我的作品是附警凡尔赛 它是个很特别的街道 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 更是个可以让人忘掉烦恼的神秘秘境 走在附警街 周遭布满的是丛丛的绿叶 颗颗的树木 蓬蓬的植栽 对我来说它的颜色是绿色 而记忆是咖啡厅 仿佛走在一片小型的森林 没有太多的地方 没有太多过度的包装 却特别吸引我 在每个住户的外围 有许多代表自己特色的花纹 是窗户 是栏杆 或者是不起眼的握把 或休息的椅子 上面都有不同的雕刻 以及花样 不仅可以使人一眼认出自己的住家 也更加对社区增添了一种美感 在这些花纹中 我觉得我看到 勒索小版的凡尔赛花园 虽然没有那么多华丽的图案来装饰 不过我认为它是优雅的 因为它与绿色达到一种平衡 在作品上 我用了对称与重复 底层取用的是灰暗的色调 衬托上层亮色的花纹 这好像是华丽的装饰和文青的咖啡厅 互不抢对方的风采 而傅景街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好角落 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所以我在作品上使用一层层的香蝶 有种代表傅景街神秘 且有更多发现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